各位观众大家好啊 我叫刘大胜 上一集呢 我讲了共军他这个翅膀硬了 他已经经济发展了 他的实力军事实力都上升了 他就 把那些小国家不当一个为事了 结果呢 我下面有观众评论 应该是台湾的观众朋友 实际上台湾虽然很小 人也很少 但台湾的想法还是很多的 因为台湾是个民主国家了 其中我记得有一个人评论留言说什么 说中共这70年把谁当一回事 一个都没有 不当一回事是一件事 能赖我和又是一件事 我就住在中共家门口 我也从未 从没有 把中共当一回事 周周去铜锣湾苏联 买中共禁书回家看 中共 中共能拿我奈何 武统 临北等你快 50元了 一个影子都没有 你不敢了 我的感觉台湾里这真的是太天真了 说话 说话感觉跟小孩一样 我读着我的感觉跟小孩一样 说只有刘大胜这种军忙 我以后会截图啊 才会把中共当一回事 光看你们家那五值时就差点笑掉大牙 国际上 能买 AEH 根本不会买你五值时 连1967年服役的50年的 眼镜蛇 都比不上 还拿 还和阿帕奇比 还有另外一个观众说什么呢 严重怀疑 横母是豆腐渣工程 还在他又回复啊 说 捷克议长遇到的事情 台湾很多人都遇到过 像 馆长办了一场反红煤 被中共威胁利诱 被退 工商 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现在生意做的可大了 可有钱了 我就说实在的 台湾 我不是有一些观众啊 我不是说你们了 你们真的是缺乏这个世界大局 真的 真的 你们总是往内看 我不知道 我不是说台湾所有人 我说有一类人 就这一类人很多 在台湾 总是往内看 觉得我们的台湾怎么样啊 往内看 你不往外看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变了 你知道 你还搞了什么什么武器 什么武 还有什么阿帕奇 什么 我说过 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 你看看他卖的是什么武器 美国是把你当回事的嘛 啊 美国卖给你的 没有一个是进攻型武器 他没有卖给你导弹 对不对 导弹有没有 潜艇 有没有 潜艇很重要 因为共军渡海作战 什么的 导弹 军舰 美国卖给台湾的军舰 都是什么军舰啊 还有什么阿卡瓦奇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F-16V 那部扯单嘛 共军会用他的飞机 跟你的飞机干嘛 共军直接拿导弹 拿了 共军直接扫描完 雷达一扫描 打导弹 把你那个 飞机都给你干了 什么阿卡瓦奇直升机啊 他都给干了 他哪里可能 拿直升机跟你直升机干 飞机跟你飞机干了 啊 你想象一下也不可能了 哪里可能是军舰对军舰干 太幼稚了 共军打台湾都不需要军舰 我告诉你 直接拿导弹 共产党的导弹多得去的 台湾那个名称叫飞弹 他直接拿导弹 直接就把你干死了 台湾 有人说你不信 台湾的军队你来指挥 共产党军队我来指挥 我就来打 你台湾那些机场 你军用设施 你的发电站 你的什么碉堡 你的地堡 你完全都是公开的嘛 能侦察 找到卫星找给你看遍了 港口 都是的嘛 那怎么办 共军直接拿导弹 就把你打了 直接把这些设施 机组设施一炸 你通讯设施一炸 雷达一炸 你整个 你的军队就已经崩溃了 知道 明明卖什么叫现代战争 尤其是我干了台湾有什么节目 所以说台湾那些节目也有问题 有一些啊拿那个美军卖给你的一个非常先进的坦克 美国 然后他在吹我们的坦克多么厉害 共军要登陆的 我们的坦克在岸上直接就可以跟共军的登陆的那坦克对干怎么样 你不脑子坏掉了吗 你啊 共产党会用登陆的那个部队打你的坦克吗 他不能直接拿导弹拿飞机 干你坦克啊 啊 你懂不懂一个军事的常识啊 还有人说那么共军造的航母要打台湾 不需要航母打台湾 那台湾离中国有多近呢 我跟你们说话真的是费劲呢 有多么的近 我告诉你 超音速飞机 五分钟 五分钟 可是我要告诉你 许多导弹 就是飞机的那个导弹 他不需要飞过海峡直接就在就在那个厦门 那飞机直接发射导弹就可以打到台湾 太近了 你哪里可能会想象中说我们开始都空战对决 我们怎么样都扯淡了 跟你对决啥 看看都看不见你 不会跟你见面了 那都什么年代的战争 那是那么五十年代 国共在国共在 在台台海上空拿飞机干 那是五十年代了 现在的战争 你根本看不到他了 他直接雷达一扫描 锁定你 导弹就给你干死了 第一波把你的什么各大设施 机场 军用机场 你的什么 指挥中心 你的包括你有一些台湾人说 叫中央山脉 有成了一些战略机 那直接就把你洞口都给你炸了 把你的通信设置给炸了 雷达站给炸了 你根本就 你飞机飞上去 你都不知道飞到哪 因为你的飞机必须要有卫星 必须要有塔台 必须要跟这些人联系 你这飞机才能知道 才能知道这个 因为这飞机不是单独一个飞机 它是一个系统 你你比如说 共军把你的军事机场 把你那些指挥台都给你干了 那飞 那飞机飞出去了 都没机场下路了 肯定完蛋 所以台湾你你根本就没有力量 反反抗共产党的攻打 有人说那那有什么办法 那就是优势网破 什么叫优势网破 台湾你就 蔡英文直接就向全职业宣布 只要他妈共产党打我 我不管美国人来不来 只要共产党一打我 我就朝中国 核电站 深夜大霸打倒的 只要共产党一来打我 我就跟你拼命 我这台湾2300万人 跟你陪上你中国 几亿人吗 跟你完美 就只有这一条 别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跟共产党进行军事对抗 你搞什么阿帕奇 搞什么什么F-16V 那有啥用啊 F-16中极版 它不需要跟你飞机飞机对抗 哎呀我跟你真真的是幼稚 还有一帮人还说还台湾许乱那真的是意淫 就跟他台湾电视台的节目的呢 就他妈意淫 你们这个想法很坏 非常的坏 你们这想法非常的不对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会害掉台湾 你明白 你会把这个台湾给害掉 台湾是华人世界唯一的一个民主国家了 你这样的话台湾估计就会被你们害死 明白 你肯定的 你那么太轻敌了 你肯定被害死了 共军一上来 有人说干完一波怎么办 把你的各大机场 各大军事设施 各大的雷达 各大通讯中心干掉 之后怎么办 之后台湾有内部的什么地下党 直接就宣布和谈 战争就战争就结束了 共军还需要登陆吗 不需要登陆 共军需要登陆什么 我可太天真了 直接就 那个你一打完 你已经没有力量反抗了 那那么立马岛内的那些亲共的 就说我们和谈和谈和谈 都是自己人和谈和谈 两岸一家亲和谈和谈 直接就和谈了 那美军呢 美军还没赶上来了 美军也是个问题 美军来不来都是个问题 现在我问你坐在这里的 我在美国洛杉矶 美国哪一个人能告诉我 哪一个政府 哪一个军队 将军 川普还是什么呢 国防部的什么人 共产党打台湾 你会去保卫台湾 你会跟共产党 共产党开战 哪一个 美国哪一个人 哪一个军队里面的 哪一个总统 他敢承诺 他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共产党如果打台湾呢 导弹已经把台湾给炸了 根本不需要你什么战斗机起飞 共军根本不需要 我跟你讲 直接把你整个导弹坏完事了 那那个 美国哪不来 美国会为台湾熬死人吗 啊 美国会为台湾跟中国开战吗 中国是有核武器的国家 他敢吗 美国 美国 谁能告诉我 美美国敢不敢 美国哪个人敢敢来答应我 哪个总统 对不对 我我我我问蔡英文 蔡英文你能给我个答案吗 共军打了你蔡英文 那个叫 你就知道美国人一定来救你啊 啊 人一天不信什么 如果共产党他下定决心 他说我要占领台湾 我就要控制他 我不管说要不要那个叫军事占领的 就是说必须要把台湾 收复或者说统一武统 必须控制住 控制在自己的范 势力范围内 那如果共产党 如果习近平脑袋一热 就跟川普讲 台湾是我的 我要把他打下来 那人说那 那可能美国这方面军队就开始说 啊这么的呢 那川普 那习近平就说 那就是核战争 如果你跟我干 那我们就是核战争 啊 习近平 如果他脑子一热 他说 如果你跟我干 我就跟你脑袋战争 我就跟美国核战争 美国你愿意死人吗 啊 你愿意死人 你愿意死人 我也愿意死 反正他妈中国人多 那习近平如果就这么强硬 怎么办 美国真的会愿意 为一个台小小的台湾 那个敌一岛链 那敌一岛链 现在的蚂蚁 也防不住共产党了 为了这个 美国要参战 美国要核战争 美国要死个几十万上百万人 美国会吗 啊 共产党把核武器扔到台北 美国会把核武器扔到北京吗 你告诉我 你想一想 所以要想保卫自己是什么 必须自己手里面有枪 必须你自己强硬 我要是台湾总统 我就宣布你他妈跟我干 我就跟你玩命 我就把导弹全部瞄准 你到核电站 反正你在那坐着了 我死你也跟我赔仗 我两千三百万人全死 所以我当时我有一天 我直播还讲这个 还有台湾的一些观众跟我讲 攻击对方的民用设施 人家会核报复的 怎么样 核电站人家会核报复 他妈你那个时候你都要死了 你还管这个 你什么毒气 什么他妈的核武器 什么核电站大坝 什么生化武器 什么都用 台湾可以研制 台湾台湾核武器 美国不给他用 不给他研制 台湾可以研制生化武器 可以的 你必须搞这个 我说过你 箭走偏门 就是跟你玩命 台湾以后的路线就走超前的路线 就跟你玩命 直接给台湾导弹可以的 可以把核电站全给干死 你台湾非常紧 干死了中国就要死几亿人 中国就 中国就不会再适合人类居住了 那就是根工的那玩命嘛 你让我死我就让你死 一块死 你干不干 我说什么台湾的 共产党绕台飞行都绕飞了好几次了 台湾没有一个战斗机 他去中国外海 晃一下 你为什么不去晃 你为什么台湾里的飞机不去中国外海 不去那个中国大陆的外海 广东外海 浙江外海 上海外海 就上海那边公海啊 飞一下 你可以回应啊 你那么大陆你来 你来欺负我 我就回应一下 你可以啊 你为什么不飞啊 有一些人还跟我看都看过评论了 有人在说什么 哎呦我们我们那个不怕事也不惹事 那还是怕嘛 你人家共军都已经的 飞机轰炸机都已经飞到到他到台了 对不对 你你都不敢把战斗机飞到他外海 逛一逛 三人步 你都不敢 那你不还是怕吗 对不对 搞笑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 那个马祖和金门 在那个金门马祖那边造核电站 台湾反正金门马祖好像电不够用 台湾里正好 就在那造核电站 你给他造的越大越好 因为台湾的技术 核电站技术已经够了 你就在那金门马祖那边造 你他娘的你要共产党跟我干 我就跟你渔死网破 你真他娘的呢 你再一弄 那共产党就不敢动你 也不需要美国保护 美国需要 美国保护你 什么美国保护 美国把蠻月保护了吗 想一想 南越美国为什么没有保住 美国 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你必须自知实力而后生 就是跟你玩命 没有什么别的路 没有什么你做什么搞什么 跟你搞一点开玩笑 跟你那个商量 没什么好商量 以后台湾那些什么亲共的 你要亲什么都要以通敌罪判处 枪毙 台湾的敌人就是中国共产党 你他妈亲共就要枪毙 平常不枪毙 要不然共产党一登岛 你们他妈两千三百万人全死 有人一天说 哎呦 共产党就不信 我就能把两千万三百万人杀死 你不信 先杀你一百万 再杀你一百万 几下子你就听话了 你又不信 不信你是 你妈天天你真以为 所以这是 这是生于死的考验 你必须跟他玩命 你必须要有勇气 你没有勇气 你就完蛋了 你就完蛋了 你都指望美国 美国他们 美国靠不住 为什么 美国他妈的天天忙得很 又要管他妈日本 又要管韩国 又要管欧洲 又要管中东 美国忙得很 美国忙不过来 你知道还要管一下朝鲜 美国他们忙 忙死了 还有我要告诉你 美国自二战以后 美国就没有跟任何一个 有核武器的国家打过仗 你明白 美国 没有跟任何一个 有核武器的国家打过仗 美国 他打的都是什么国家 都是什么的 伊拉克 阿富汗 利比亚 你打他妈那些 了不大死国家 有啥用啊 所以有人一天说 美国军事力量 美国军事力量 你他妈太强了 你不敢用 你不敢打有什么用 你都打了些什么 B3 那些B3国家有啥用 你把俄罗斯干一下 美国你把中国干一下 我就希望 现在美军就干中国 干中国 你怎么干 敢不敢干 你干一下 他有后绩 朝鲜都不敢干 所以说美国 为什么美国 美国他妈他已经不像 不再像过去那个屌样了 那么猛了 连个朝鲜他妈他都摆平不了 所以习近平他妈他 吃的这么胖啊 那金山棒吃的这么胖 金山棒有核武器 他怕你什么 他要怕的话 他能怕这么胖吗 心宽体盘 天天愁天天愁都成 肯定是瘦啊 他都胖成那样的 他他还怕 那习近平 你以为习近平 他怕你美国 怕什么 他怕个屁啊 他习近平 十字一奴隶可以压榨人 怕你什么 怕人都吃的这么胖 所以我说过 你必须不能掉以轻心 你必须自知死地摇后生 就是跟你玩命 对不对 你都指望美国 冷战时期 法国人 当时欧洲要美国保护嘛 冷战嘛 冷战就东东西哦 法国人呢 都加入北约嘛 当时西德 包括英国 意大利 那些国家都是北约 北大纪扬公约嘛 然后呢 美国就说呢 要那个核保护产 就保护这些国家 美国 就是说苏联要拿核武器打你们 美国就是反击苏联 但是呢 有一个国家就不信 什么国家呢 法国 法国就不信 法国当时代高乐 代高乐嘛 代高乐 法国 法国当时就觉得 我一定要搞核武器 为什么 为什么核武器一定要搞 法国人当时就在想 有一个经典的问题 苏联人把核武器 炸了巴黎 美国人会把核武器 炸莫斯科吗 美国人会吗 啊 苏联现在已经决定了 就他妈跟你鱼子网坡 就把那个法国给炸了 巴黎给炸了 美国人会敢吗 美国人会为了一个法国 跟 跟苏联开战吗 美国人会吗 美国人肯定不会 我告诉你 美国人肯定不会 所以说法国人 当时就觉得什么 我一定要有核武器 所以法国他的军事工业 他都是独成自己发展吗 法国曾经退出过北约 曾经呢 有过 法国的核武器 核潜艇 航母 战斗机 包括那个空客 法国他是工业 他制成一个体系 他独立于那个美国之外 为什么 因为法国人知道 必须有这玩意 你他妈的说话 才有才硬 苏联人才不敢来欺负 才 对不对 苏联人要来 苏联人 你有核武器 有核导弹了 核导弹了 苏联人你要打我 我他妈就干你 爹有 娘有 爹有 娘有 不如 自己有 这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实力 你说话才有用 你管什么法律 什么法律 都那么扯单了 我靠 国际上还认什么法律啊 我操 那你跟共产党讲道理 本身 共产党首先人家就抢劫犯 就不跟你讲道理 你凭什么要跟人家讲道理 我就问你 我这台车上 有人来就要来抢我 有人就要来抢我 然后我跟那人讲 哎呦 你要知道法律啊 抢劫是非法的 那人上来就给我一拳 神经兵 我就是在那抢你的 还跟我讲什么法律 明白吧 抢你就是我的职业 我操 必须要有实力 没有实力 什么都扯淡了 拜拜 拜拜 所以我说要什么 要祝福台湾 台湾是华人世界的 唯一一个 自由 自由之地吧 唯一一个自由之地 所以那台湾怎么办 一定要守住 台湾呢 什么内奸啊 太多了 内奸太多了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